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美食精挑节目 今天,我们将挑战你们的味蕾 介绍两道令人垂涎欲低的夏季美食 还有香港壁市的新餐厅和酒吧 首先,保罗,爱因斯沃斯的终极夏日早午餐 香草糖子桃子法式吐司 这是一道结合香草、肉桂和焦糖化桃子的美味佳肴 绝对让你垂涎三尺 紧接着是简单但不是精致的康沃尔蟹、番茄和罗勒沙拉 这道菜完美地将新鲜的英国番茄和美丽的康沃尔蟹结合在一起 让你在炎热的夏日中感受到清新的滋味 此外,我们还将带你探索2024年8月香港壁市的13家新酒吧和餐厅 这里有各种美食,包括广东菜、越南菜、意大利披萨、寿司塔壳等 还有各种创意鸡尾酒和冰淇淋等着你来品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不要错过任何一道美食的精彩介绍 保罗说道 The Independent报道道 这道菜不仅美味,更是彰显了保罗对食材的用心和热爱 这份独特的早午餐使用的是奶油面包 保罗解释道,无论你用什么面包,越浅越好 因为它在吸收蛋液时能保持更多的质地 他甚至提到,自己曾用超市普通切片面包、手工面包 甚至是牛角面包来做这道菜 每次都能带来不同的惊喜 这种创意和灵活的态度正是保罗的烹饪哲学之一 香草糖子桃子的做法也充满了细节与爱心 从将黄油在中火上融化 直到它冒泡变成金黄色 再将桃子轻轻裹上这些黄油和香料 让它们慢慢变软 这一过程需要耐心和技巧,每一步都不可操之过急 当黄油与红糖结合,形成浓郁的焦糖时 这道菜的香味已经扑鼻而来 而在制作法式吐司的过程中 将鸡蛋、牛奶、糖粉、香草和肉桂均匀搅拌 再将奶油面包浸泡其中 然后用中高火煎至两面金黄酥脆 这些工序看似简单 但每一步都需要用心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当最后酱香脆的法式吐司与浓香的糖子桃子搭配 撒上肉桂糖 这道美味的夏日早午餐便完成了 与此同时 The Independent还介绍了保罗的另一个夏日佳作 康沃尔蟹、番茄和罗勒沙拉 这道菜由两种主要食材组成 英国阳光下成熟的番茄和美丽的康沃尔蟹 保罗强调 新鲜的番茄绝不能放在冰箱里 而要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让其味道自然发展 这道沙拉配上一碗涂了黄油的新土豆 简直是夏日最棒的青食选择 保罗在Cafe Rogano的夏季菜单中 频繁推出这道沙拉 并喜欢使用不同形状和颜色的传统品种番茄 为菜肴增添了更多的视觉和味觉享受 这道沙拉的制作过程也充满了细节 将棕色蟹肉与蛋黄酱和柠檬汁搅拌均匀 并将番茄切成有趣的形状 加入红酒醋和特级初榨橄榄油腌制20分钟 最后将番茄放在盘子上 搭配白色蟹肉和少量棕色蟹肉蛋黄酱 再撒上腌制青葱和罗勒叶 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 并撒上柠檬和莱姆皮的碎屑 这道色香味俱全的沙拉便大功告成 保罗的这些食谱不仅展示了他对食材的热爱 还体现了他对烹饪艺术的不懈追求 而如果你渴望探索更多美食 那么2024年8月的香港也将为你带来无数惊喜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了一系列新开的餐厅和酒吧 其中包括GG这家当代餐厅提供新鲜的广东菜 结合传统和创新技术 让你品味如软壳龟洞沛鱼自酱这样的创意佳肴 位于中环的Yakini Kuhoraman Matron 则以他们肌肉发达的服务员和高品质和牛而闻名 这家来自日本的烧肉店 在香港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海外分店 无论是银体向上挑战还是价格实惠的和牛 都是食客们争相前往的理由 而在兰桂方的Bamboo 则专门提供中国白酒鸡尾酒 搭配四川风味的小吃 首席吊酒师Felix和Kane 创造了许多创新的鸡尾酒 如用柚子浸泡的白酒 杜松子酒和茉莉花茶浸泡的Lilac Blanc 制成的Not That Martini 让人欲罢不能 如果你喜欢越南菜 纳摩位于新城市广场的Zoe 将带给你一场味觉盛宴 这家餐厅不仅提供经典的越南菜 还融合了一些创新元素 如新西兰牛里脊肉和粉 和用十几种香料腌制的脆皮乳猪 而在上环的208Italian 来自皮埃蒙特的厨师 艾曼威雷克努托 则带来了纳布勒斯风格的披萨 和带有现代风味的区域特色菜 搭配招牌鸡尾酒 如陈年 No Growney 一定会让你胃口大开 这些新开的餐厅和酒吧 从传统到创新 从东方到西方 每一家都各具特色 每一道菜都充满了心意和创意 无论你是美食爱好者 还是寻求新鲜体验的冒险家 都不容错过这些美食之旅 在这个夏季 让保罗 爱因斯沃斯 和香港的这些新餐厅 为你带来一场 无与伦比的味蕾盛宴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香草糖子桃子法式吐司和肉桂糖 是一道理想的夏日早午餐 将香甜的桃子 与香浓的法式吐司完美结合 这道菜由保罗 爱因斯沃斯创作 其美味的核心 在于选用新鲜的桃子 和适当干燥的奶油面包 确保每一口都能够充满风味和质地 材料 4个大鸡蛋 200毫升全汁牛奶 30克糖粉 一搓香草粉或几滴香草精 一搓肉桂粉 4片后切奶油面包越甜越好 20克无盐黄油用于烹饪 糖子桃子 50克无盐黄油 4个熟桃去喝并切成4粉 一根肉桂棒 一搓海盐片 一根香草夹 取出籽或使用香草粉或香草糖浆 一颗八角 60克红糖 装饰 一茶匙肉桂粉 20克糖粉 做法 1.预热烤箱至150摄氏度 2.制作糖子桃子 在中火上加热耐热煎锅加入黄油 当黄油起泡并呈金黄色时 轻轻加入桃子、肉桂棒、盐、香草夹和子以及八角 3.轻轻地将桃子裹上黄油和香料直到它们开始变软 然后撒上红糖 再次裹上黄油 糖会与黄油结合 开始焦糖化并变成奶油糖 4.用勺子小心地翻动桃子 让它们吸收所有的味道 然后将煎锅转移到烤箱中 烤约15分钟 直到桃子变软 5.从烤箱中取出 让桃子在锅中放松并吸收那美妙的焦糖 6.制作法是吐司混合物 将鸡蛋、牛奶、糖粉、香草和肉桂放入搅拌碗中 搅拌均匀 将奶油面包切成一厘米厚的片 浸泡在蛋液中两分钟 7.在中高火上加热煎锅 将黄油煮至棕色 然后将浸泡过香料蛋液的面包 放入锅中 煎至两面轻微焦糖化 这需要3到4分钟 直到吐司变得坚硬且金黄 8.最后将肉桂和糖粉加入碗中 混合均匀 将法式吐司切成两半 放在盘子上 舀上烤好的桃子 并淋上一些额外的桃子焦糖 轻轻撒上肉桂糖 然后上桌 简单的夏日晚餐 康沃尔蟹、番茄和罗勒沙拉 则主要以新鲜的番茄和香甜的蟹肉为主角 简单却不失美味 食材 115克棕色蟹肉 200克蛋黄酱 14个柠檬的汁 350克番茄 切片 3茶匙红酒醋 1汤匙特辑出榨橄榄油 另加少许用于淋在沙拉上 100克白色蟹肉 撕成小块 10片大罗勒叶 12个柠檬的皮 12个莱姆的皮 海盐 黑胡椒碎 腌制青葱 1个大香蕉青葱 切成薄缓 150毫升水 50克细砂糖 50毫升白葡萄酒醋 5克黄芥末子 1汤匙特辑出榨橄榄油 做法 1将所有腌制青葱的食材 放入碗中 充分混合 让它们腌制的同时 开始制作其他沙拉元素 2将棕色蟹肉 加入蛋黄酱中 并加入柠檬汁 搅拌至光滑 然后放入小碗中 冷藏备用 将番茄切成两厘米厚的片 保持它们的块状 和有趣的形状 放入碗中 轻轻撒上海盐和黑胡椒 加入红酒醋 和特辑出榨橄榄油 然后腌制20分钟 3上菜时 将番茄放在盘子上 并在上面放上白色蟹肉 加入少量棕色蟹肉蛋黄酱 然后将腌制青葱和罗勒叶 撒在沙拉上 最后淋上少许特辑出榨橄榄油 并撒上柠檬和莱姆皮的碎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 香草糖子桃子法式吐司绝对 是夏日早午餐的博尔之选 这不仅仅是因为桃子季节短暂 更因为这道菜结合了奶油面包和焦糖化的糖子桃子 蛋液吸收面包的每一寸 再加上香草和肉桂的香气 简直就是天堂般的享受 谁能抗拒这样的美味呢 这可是大厨保罗 爱因斯沃斯亲自推荐的 哎呀 楚天书 你这真是太夸张了 香草糖子桃子法式吐司听起来 不过是一大堆糖和奶油的混合物 就像是给你的心脏做了一次甜蜜的折磨 你知道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 过量摄取糖分和饱和脂肪 可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说了 早午餐这么重口味 下午还有工作怎么办 你真是拿桃子当借口 喂胖了自己吧 哦 谢琪琪 难道你不懂得美食是生活的调味剂吗 当然天下没有不含糖的美味 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享受 这道法式吐司其实可以适量享用 每周来一次 这样既能享受美食 又不至于过量 再说了 你自己也知道 桃子富含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 还有抗氧化效果 这可不是一般的糖果能比的 楚天说 你这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呀 桃子是健康 但你得看着烹饪方式 这么多糖和黄油 你的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根本低 不过这堆高热量的东西 要说夏日早午餐 康沃尔蟹和番茄沙拉才是真正的健康选择 它不仅使用了新鲜的番茄和高蛋白的蟹肉 还有红酒醋和橄楼和橄榄油这些健康的调料 这才是既美味又健康的选择 谢七七 你这话说的好像康沃尔蟹和番茄沙拉是宇宙最健康的食物似的 要知道蟹肉里有高胆固醇 这可不是人人都能吃的 如果你胆固醇高 这道菜可是你的心脏杀手 而且我们还是说回正题 法式吐司作为早午餐 能给你满满的幸福感 这可是任何沙拉都做不到的 毕竟生活就是要品味多彩的美食 而不仅仅是追求健康数据 楚天书 你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幸福感来自高糖高脂肪 我看是短暂的快感后 长久的健康代价吧 康沃尔蟹和番茄沙拉不仅让你享受了美食 还能让你保持健康 何乐而不胃呢 而且这可不是普通的沙拉 是保罗爱因斯沃斯独特的配方 还加了腌制青葱和罗勒叶 味道绝对不输你的法式吐司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哇 这次我们要谈的话题可真是丰富多彩 无论你是早午餐爱好者 还是晚餐掏客 或者是寻找新鲜美食的探险者 我们都有精彩内容为你呈现 首先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终极夏日早午餐香草糖子桃子法式吐司 这道菜简直就是夏天的代名词 桃子的季节短暂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利用这短短的美好时光来一顿令人垂涎的法式吐司 蛋液和奶油面包的搭配 再加上糖子桃子的甜蜜和肉桂的香气 这绝对是让人一口咬下去幸福指数飙升的美味 爱因斯沃斯的这个食谱真是巧妙 不仅使用了奶油面包 还能灵活应对不同种类的面包 重点是面包越浅越好 吸收蛋液的效果越佳 不禁让人想起那句名言 美食无界限 创意无止境 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简单的夏日晚餐 康沃尔蟹 番茄和罗勒沙拉 保罗 爱因斯沃斯这位大厨真的是天才 他总是能把简单的食材变成绝妙的料理 新鲜的番茄和蟹肉是夏天的最佳拍档 这道菜不仅色彩缤纷 还充满了清新的味道 特别是红酒醋和特级初榨橄榄油的加入 让这道沙拉更加富有层次感 更有趣的是 这道菜还教我们了一个小贴士 千万不要把新鲜的番茄放进冰箱 而是应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让它的味道发挥到极致 这样的小细节 真是为我们的料理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最后 但绝对不是最不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2024年8月香港闭市的13家新酒吧和餐厅 这些新开的餐厅和酒吧 不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 还有创新的美食体验 比如GG这家当代餐厅 提供的广东菜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把软壳龟汤和鱼子酱结合在一起 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而Yakniku Hormand Matron的引体向上挑战 每做一次就能获得一片免费的肉 这么有趣的活动 谁能抗拒呢? 还有Benbu这家酒吧 专门提供中国白酒鸡尾酒 搭配四川风味的小吃 让人忍不住想立刻飞到香港去体验一番 总的来说 这些新开的餐厅和酒吧 无疑为香港的美食地图增添了更多色彩 不仅有传统与创新的碰撞 还有各种文化的交融 无论你是喜欢甜食的 还是热衷于高级餐饮 又或是偏爱轻松氛围 都能在这些地方找到属于你的那一款 这不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一场文化的盛宴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夏天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美食幸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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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